大家好,我是李耀翔,祝大家兔联形代孕,身体健康,恭喜恭喜 首先要很恭喜你,因为你是拿奖拿到手软 没有,没有 所以会不会特别买什么东西奖励自己呢 也没有,因为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就是很满足了 我觉得因为一般的生活的条件也蛮不错了 我觉得也对我来说就是对我的最好的奖励就是身体健康 所以也没想太多的其他人 有没有买屋子啊什么 没有没有,因为现在太贵了 太贵了 对啊,香港的屋子太贵了 在新加坡买了 好啊,想想 有在看吗 没有,没有时间,每次来都很匆忙 上网看了,有这些资讯 对啊,有机会 我觉得新加坡是个很好的地方 这个环境啊什么人啊,很漂亮啊 谢谢 那我们知道你在那个《我爱香港》 《开心万岁》那个电影里面也有参与演出嘛 有有有 那上一次你没有跟他们整个crew一起过来宣传啊 不过你的拍档张克宜有来 对对对对 我们知道你们在《法政先锋三》里面也会在碰头 对啊对啊,真巧 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有什么反应 我觉得这个命运的安排真的很奇怪啊 我跟阿鞋呢就是从来没有拍过 对 本想在就是第一次合作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火花那种 但是没办法,这命运的安排就是我们总不能碰上 其实我挺喜欢这个沉重一点的角色的 因为我觉得悲剧在人的心里面是能够刻骨骨骨心一点 虽然观众看到我好像很开心 其实我心里面真的很浪漫的那种 浪漫 苦情更沉重 对啊,其实我从小到大 我也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一种人 因为可能就是小时候我是挺喜欢中国的民学的那种 诗词歌赋啊那种 对,所以你知道诗人他们的心情啊什么都比较悲凉一点 所以对,我其实你们都看不出来 其实我就是现代的诗人一样 对,好浪漫的那种 所以下一部剧可能也会就是挑战演曲员啊 李白啊那种 对对对,我习惯了 有机会我真的想试试看 因为从来没有试过 历史人物 对啊,对 你的孩子现在几岁了 13岁了,很大了 所以他以后会想跟你一样当演员吗 不会,他不喜欢当演员 为什么呢? 可能看到我太辛苦了 而且他的性格不一样 我觉得我儿子的性格比较适合去做生意啊那种 所以他比较活泼 比较外向的 外向的那种 对 没有像你那么沉重这样子 对,我觉得一个演员应该是比较内向一点啊 比较比较沉重一点那你去明白人生的意义啊 我们将这个看法摆放到我们演戏的层面上去处理 我觉得是比较可惜的 但是我觉得我儿子太开心了 对,太开心太活泼了 所以可以互补啊 就是你沉重他开心 那你就没有那么沉重 所以我跟他相处的时候 其实我这个人都放松很多 OK,好 那希望你以后也会放松一点啦 OK,OK,谢谢你 Thank you 谢谢